2019年春节期间 在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票房的加持下 黄博主演的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大关 在他主演的电影片单中 有6部是超10亿票房的作品 黄博俨然成为内地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实力派男演员之一 今天小编就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黄博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票房灵药的 2006年黄博参演宁浩导演的电影《疯狂的石头》 凭借满口青岛化的黑皮而走红 也开启了他疯狂的电影之旅 之后又参演了《疯狂的赛车》 《逗牛》《杀生》等一系列口碑不错的电影 直到2012年黄博参演电影《人在窘途》之太窘 上演期间票房达到12.66亿 黄博也迎来了自己的首部票房超10亿的作品 我跟法国人都谈好了 只要一千字就可以了 二八 二八怎么样 三七总行了吧 好 四六网都不说了 五五 五五 2013年黄博参演周星驰电影《西游降魔》片 电影以12.46亿元票房成为2013年内地电影全年票房冠军 终于上当 二十五网 之后黄渤与宁浩徐珍合作的新花路放票房再传捷报 上运期间累计票房达到11.69亿 而黄渤与陈坤主演的电影《寻龙爵》上运期间票房达到16.82亿 而且仅用了8天时间《寻龙爵》就突破了10亿元票房 凭了有捉妖记创下的突破10亿元票房速度记录 在2018年眼儿优泽倒的黄渤指导并主演电影《一出好戏》 在中国内地票房突破10亿元 成为2018年第12部票房破10的影片 2019年黄渤与沈腾主演的喜剧片《疯狂的外星人》上映 票房突破22亿元 加上之前黄渤主演的《亲爱的》 《记忆大师》《无人区》等影片的票房成绩 让黄渤成功进入百亿票房男演员俱乐部 不得不说黄渤的袭击能力的确很疯狂 一部高票房的电影除了题材跟剧本之外 演员的演技也是决定片子票房高低的关键因素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黄渤 演技是出了名的好 在《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中 黄渤在片中饰演丢失孩子的父亲田文君 其中有一段哭戏将丢失孩子的无助与懊恼 完美地展现出来了 此外在管虎指导的电影《斗牛》中 黄渤将《猪牛2》这个角色 从不羁到最终妥协的无奈细腻地呈现出来了 黄渤还凭借这部电影夺得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和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界最佳男主角奖 另外黄渤在电影《冰之下》中 饰演一个生活在中俄边境小城里的线人 多年来混迹在社会底层的他靠贩卖情报为生 凭借在这部片子中的出色表演 黄渤获得了第20届上海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如今黄渤的演技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影迷们对他也是相当推崇 今年他还入围了2019年最受关注的华语男演员榜 看来这高票房不是没有原因的 随着观众对演员演技要求的提高 像黄渤这样演什么像什么的演员越来越吃香 他们也成了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的保障 毕竟百亿票房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获得的 精湛的演技配合上抓人的剧情才是吸引票房的磁石 第一个视频独家策划